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长花是特别细肥的 凉护的过程中 肥一定不能缺 要不然它不仅枝叶长的弱 开花开的特别少 那么长花到底什么时候才需要施肥 吃什么肥好呢 首先长花施肥我们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那么第一个就是休眠期 休眠期呢 长花这个时候它停止生长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用肥 如果用肥呢 很容易出现伤根烧苗的情况 第二个时期就是在它的一个半休眠期 就是说长花呀 它还在生长 但是生长特别的缓慢 这个时期呢 温度不是特别的高 生长特别缓慢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够给它施一些塑效肥 这个时候施肥啊 我们呢 主要是施一些有机肥为主 那么有机肥的话呢 我们一般就是用这个发酵服说好的羊分 羊分的营养全面温和 而且具有不伤根的特性 我们把它沿着这个盆土边缘的给它埋上一圈 那么这样呢 不仅可以缓慢的释放养分供这个长花生长 又不会烧根 关键在于呢 它还可以有效的提高盆温 促进这个长花的生长 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长花的旺盛生长期 那么旺盛生长期的温度呢 在15度到25度期间 这个时候啊 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呢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用肥 而且用肥呢 可以用一些相对比较塑效的肥料 那么用肥呢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植株的一个生长状态 来决定用什么肥 比如像现在春季茶花呢 长新烧 那么我们用肥主要是以蛋肥为主 可以给它叶面喷湿一点这种畜生长型的营养液 是高蛋肥 可以促进这个枝叶生长 但是等到大概五六月份 而茶花的这些新枝已经开始木质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补充这个高磷甲肥 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让它长出花苞 这个时候用肥呢 主要是以一些素酵肥为主 因为素酵肥的话 肥酵比较快 在它的快速生长期呢 可以让它快速的长出花苞 而且长出的花苞啊 更多 所以一般磷甲肥呢 我们都是用这个磷酸青甲 七十一千倍 页面喷湿 大概呢 就是七天左右喷湿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把茶花不同的生长期了解了 然后呢 了解它在不同生长期所需要的肥料 那么 这样的茶花的试肥就非常的简单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